205 未來戰士 創世智能 2015年7月13日娛樂A58於川原未來戰士系列推出新一集 總是交人期待的 由1984年到2015年 已經來故事中的未來2029年越來越近 說不定,這個系列真的可以多拍十幾年 哪時橫有續集推出呢? 新一集創世智能 未來戰士 似800勝了討好的爸爸 John Connor勝了大奸閣 這些穿越時空的故事永遠說不完 只要在某個平行時空有點不同 又可以改寫整個故事 照顧女性觀眾沒有看過未來戰士系列的觀眾 入場不用擔心看不明白 電影初段已將整個系列之前發生的事作料簡單交代 而今集劇情雖然牽涉穿越時空 但並不複雜 不至要用上很多精神去理解劇情 過去這類電影 多以男性觀眾為目標 科技、動作及爆破等充斥整部電影 但創世智能吸引照顧女性觀眾需要 除了劇情簡單以名 亦加入了愛情、親情及喜劇元素 1984年的未來戰士 是阿諾舒華森力加和占士金馬倫的成名作 無論是阿諾的始800造型 亦或電影的設定和對白 都成為了經典 隨著時間推移 《創中的間諾》當然已步入中年 角色伴隨演員一起老去 這是個很好的選擇 而這樣的處理亦最為人性化 老了的間諾 在戲中擔當重任 但已不是男一號 機下人不再無敵 除了人皮免懼衰老 機件亦不靈光 這種自鎖為電影帶來了一點笑了和心酸 畢竟大英雄也有慈無的一天 超級機下人也不是老不死的 鋪逐集新一集重點落在S.H.C.O.N.N.O. 和K.Y.L.E.R.D.身上 講述他們如何相遇 產生愛情 以當時的John Connor還未誕生 今集的Sarah Connor改變了命運 他的背景變成九歲已被追殺 被阿諾飾演的始800及時救起 並成為了Sarah的養父和保鏢 Sarah稱呼 似800為Poops 老爸 對他猶豫自己親人 卻引起Carl的懷疑 因為即使有人的外形 機下人始終沒有人的思想 感情呀 科學原理我不懂 但電影世界內 幻想總是可以無限可能 似800對Sarah的照顧和關懷 即使逃難也帶著Sarah小時候 以後最喜愛的唱機和音樂 以及他的成長照片 那一幕 終然老土還是有我深受感動 未系列的前幾集 加上電視劇的推出 令他的劇情發展得有點之離破碎 創世智能將整個故事還原得較為完整 此為日後推出續集而鋪路 是本行為終生職業的資淺電影工作者 想請完整 我會想結束 多次拍拖 多次拍拖